中国水失调是什么? 从1923年走到今天,经历的多少个阶段? 中国污水处理行业主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。 1923年上海北区建成第一座污水处理厂。 中国开始自行投资,新建一批污水处理设施和污水处理厂。 进入20世纪80年代,城市排水设施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。 污水处理行业得到初步发展。 2002到2014年,中国污水处理行业进入全面发展期。 全国城市污水处理无论在数量还是品质上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。 2015年以来,水失调在全国各地贯彻落实。 各部门持续推出相关政策。 全面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。 完善污水处理价费机制。 促进减污降碳,协同增效。 污水处理行业规模快速上升。 何谓水失调,即2013年大气失调,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后。 国务院2014年推出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。 一级所谓的水失调。 水失调提出,直到2020年。 长江、黄河等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IILA比例要超过70%, 地下水质极差比例低于15%,减少或消除津津剂。 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区域丧失使用功能的水体。 详细一点去说明。 水失调的阶段性工作目标设置了具体的改善指标。 即是,计划到2020年长江、黄河、珠江、松花江、淮河、海河、辽河等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IILA比例总体达到70%以上。 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,黑桌水体均控制在10%以内。 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IILA比例总体高于93%。 全国地下水质量极差的比例控制在15%左右。 静岸海域水质优良一,二类比率达到70%左右。 经经济区域丧失使用功能,列于V类的水体断面比例下降15个百分点左右。 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洲区域将整治改善丧失使用功能的水质。 而到2030年,则是希望国内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例总体达到75%以上。 城市建成区黑瘦水质整体获得改善。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IILA比例总体为95%左右。 水失条,包括失条共238项置污措施,如全面控制污染源、节约用水等。 将专项整治造纸、有色金属、硬染、农妇食品加工等十大重点行业进行清洁化改造。